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不久前的6月16号 北朝鲜彻底炸毁了位于开城工业园区之内的朝韩联络办公大楼 这座朝韩联络办公大楼虽然它是位于北朝鲜的境内 但是是由韩国政府出资修建的 这属于韩国政府的国有资产 所以这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衅事件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中美双方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中方出土地美方出钱盖的一座大楼 如果中国把美国出钱盖的这个大楼单方面给炸掉 等于是故意破坏美国的资产 当然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挑衅事件 所以北朝鲜干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人们就感到很纳闷啊 为什么朝鲜要突然莫名其妙的来挑衅呢 他故意炸毁这个属于韩国资产的大楼 他要得到什么东西呢 现在呢 好像这个答案是出来了 这就是北朝鲜的金正恩 他想要制造一个朝鲜和韩国紧张的局势 来讹诈北京 讹诈习近平 最近的一条新闻啊 就反映了这样的事情 据韩国媒体今天的报道 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说 中国最近向朝鲜援助了80万吨粮食 其中包括大米60万吨和玉米20万吨 北京呢 突然向北朝鲜援助大批的粮食 他官方的理由啊 说是因为要纪念习近平去年访问朝鲜一周年 去年2019年6月20号到22号呢 习近平是上台7年之后首次访问朝鲜 受到了朝鲜方面甚大的欢迎 不过呢 以纪念习近平首次访问朝鲜一周年 这个纪念日为理由 作为北京向北朝鲜大批援助粮食的理由啊 显然过于有点牵强附会 好像这个理由太弱了一点 真实的原因呢 就是辛正恩要制造一个朝韩的紧张关系 来讹诈习近平 吓得习近平啊 就不得不向朝鲜紧急援助大批粮食来安抚辛正恩 这个问题呢 我们放在后面详细说这里先说一下最近很紧张的中印边境问题 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9号发表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电视讲话 他对中印边境冲突的问题啊发表了印度政府的态度 但是这次印度说的莫迪啊说的一句话就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莫迪说啊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解放军军人没有进入印度的领土 这样很多人就认为啊说是印度总理莫迪他自己都说解放军没有进入印度的领土 就是说他准备要对中印边境冲突降温就是印度要对北京服软了 但是就在第二天6月20号呢印度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 对这个问题啊进行了澄清 印度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啊 说有些方面试图对总理的讲话做出恶意的解读 这个声明就说啊 莫迪的话其实本来是有前后两个半句 结果被人们掐掉前面半句 只用后面半句叫做断章取义 莫迪的原话是说啊 说印度士兵用自己的牺牲抵抗解放军 使得解放军没有能够进入印度领土 也就是说莫迪的意思就是说啊 解放军本来是想入侵印度领土的 但是遭到了印度士兵的顽强抵抗 所以呢解放军没有能够进入印度领土 但是莫迪的话被人们掐掉了前半句 就成了解放军没有进入印度领土 当然就闹了一个大乌龙 其实啊印度总理莫迪的表态 应该说完全没有服软的意思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已经下令 批准了印度的边防军的指挥官 不要再遵守中印不开火的协议了 就是他说啊印度的指挥官 就是前线指挥官遇到非常情况 他可以下令动用手里的一切资源 不再受到不准使用枪支的限制 这其实就是等于说啊 印度方面准许他们的边防军向解放军开枪开火 这样当然就等于是破坏了中印双方 在1996年达成的中印边境实际控制军事信任协议 那么在1996年中印双方达成一个规定 就是双方啊 就是双方的部队在有争议的这个中印边境的 所谓实际控制线当中啊 双方都不使用武器 绝对不用武器来开火 也就是这一次中印双方发生一个 就是所谓肉搏战没有进行开枪 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 那如果印度方面说他们不再遵守 1996年达成这个中印双方 不使用武器不开枪的这个协议的话 那么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当然要升级到一种新的局面 有人就认为啊 一旦印度军人向解放军开枪 那解放军必然他也要开枪还击嘛 这样双方就会擦枪走火 就会引发一个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不过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 中印双方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当然了双方是有可能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甚至发生一个小规模的炮战 但是呢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可能性应该说不大 关心时事的朋友都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其实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枪战和炮战 每年都要发生好几十次 但这种小规模的枪战炮战也不会引发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这就是因为双方谁都不想大打 但是呢双方谁也没有办法禁止小打 因为谁要禁止自己的军人小打 谁就是示弱啊 在民主主义现在盛行的时代 谁也不敢禁止这个小打 但是呢谁也会避免大打 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 大陆和台湾的金门炮战 根据非官方的消息称啊 在金门炮战当中啊 大陆方面解放军伤亡了500多人 民兵伤亡了200多人 台湾方面呢是军人伤亡了800多人 当时啊台湾金门的防卫司令部的三个副司令给炸死了 司令和参谋长还有台湾的国防部长都受伤了 当时呢大陆和台湾其实双方都已经达到 数百人程度的伤亡 那比现在中印边境这个伤亡人数要多多了 但是呢这也没有引起大陆和台湾大打出手 这其实双方就有一种所谓底线思维 小打就是显示自己一种 好像绝不退让的一个强硬的态度 但是呢只是显示态度而已 双方都会控制 不会让这个小打发展成大打 所以说实际上说这一次中印边境啊 可能发生什么所谓擦枪走火啊 发生一个小规模的枪战或者炮战 但是呢中印双方啊应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有这样的底线思维 这双方可以小打但是不能大打 有报道说啊最近印度方面不断向中印边境增兵调集武器 但印度这个增兵和调集武器啊 并不是说印度方面准备和中国来一场大打 来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而正是为了避免跟中国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所以呢印度方面就要展现他们的实力 用兵力和武器来威慑北京 要让北京打消他们和印度大打的想法 这个其实就像核武器所谓核威慑 双方越有强大的核武器 对方就越不会大打 所以呢不要误解印度方面大量增兵的消息 不要误以为这是印度要准备和北京大打出手了 那么印度方面没有和中国大打的企图 那北京有没有要和印度来大打一场的企图呢 应该说北京更没有这样的企图 据说这一次中印边境的肉搏战 是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的批准 根据印度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 好像解放军方面也没占什么便宜 解放军虽然俘虏了一些印度的军人 好像有一些解放军也被印度方面给俘虏了 北京方面对自己的部队伤亡叫做忌讳陌生 他绝口不提 现在解放军的伤亡情况和伤亡人数 都是印度方面来发的消息 北京方面对印度这个消息 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就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满 北京的大外宣多维网就发表评论说 解放军应该可以公开伤亡数字 这样可以指住那些流言蜚语的猜测 也可以指住印度方面 这单方面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另外在国际所谓外交方面 要讲究一个对等的原则 就是如果印度方面不公开伤亡的人数 北京也不公开伤亡人数 如果印度如果公开伤亡人数 北京也应该来一个对等 我们也公开伤亡人数 那么为什么印度公开伤亡人数 北京不公布他的伤亡人数呢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给了一个解释 说是北京不公布伤亡人数的原因 是为了避免中方或者印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来表达中国不想把事态扩大的一个善意 但是胡锡进的做法 显然是要找理由替北京来洗碧 如果是按照胡锡进这个所谓的说法 北京不公布伤亡人数是为了表达善意 那么印度公布伤亡人数就是不表达善意 既然印度公开人就是伤亡人数 他们不表达善意的话 北京为什么单方面要向印度来表达善意呢 这个理由你就是说不通了 那么现在北京的小粉红就拼命拿1962年 那个中印边境冲突说事 说1962年北京打死了多少印度军人 但是说1962年解放军占上风 不等于这一次2020年也能占上风 所以用1962年解放军的胜利 来证明这一次2020年解放军也胜利了 这个就叫做误导概念 北京越是不公布这个伤亡人数 就越让人们感到印度这次是占上风了嘛 因为打仗双方当然都会死人了 但是呢肯定是一方死人多 另一方死人少 那死人少的一方他就是等于占上风嘛 他就敢于公开自己的伤亡人数 那死人多的一方一般他就不愿意 或者不好意思要公开自己的伤亡人数 因此我们看这一次印度是公开了他们军人的伤亡人数 而北京根本不提自己的伤亡人数 所以呢如果你要从牺牲的人数方面 很可能是印度占上风了 我们前面说了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啊 不会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是呢这个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如果发生的话 中国方面反而是更加的不利 这倒不是因为解放军本身不能打 主要是因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原因 现在呢习近平一个人完全掌控军队啊 可是习近平他又完全不懂军事 我们看习近平在阅兵时候 他居然用左手敬礼 就表示习近平最起码用右手敬礼 这个军队尝试他都不知道 那么习近平这样完全不懂军事的人 当中央军委主席 如果他不是亲自来指挥军队打仗 倒也问题不大 如果习近平把军事指挥的大权交给懂军事的军人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问题是习近平偏要亲自指挥部队 解放军的所有权全部都掌握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上 这样问题就大了 所以习近平亲自指挥部队 他只能打这种所谓用狼牙棒的冷兵器的肉搏战 根据印度方面报道 这次解放军就是用狼牙棒跟印度军队进行肉搏战 而据说这一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指挥的这一次狼牙棒肉搏战 因为如果习近平要指挥使用一个现代化的武器跟印度来作战 哪怕是一个小规模的几十个人的一个小规模的作战 你也要知道现代化武器的一些常识 比如说你要知道各种武器的射程啊 火力覆盖半斤啊 发射速度啊 持续能力啊 如果一个指挥班 你没有一些专业的军事知识 哪怕打一场几十个人的小规模战斗 他也指挥不了 因为现代化的战争 你这个现代化的武器 这些知识你都要懂啊 指挥官必须要知道各种武器 他的射程啊 什么火力覆盖半径啊 发射速度啊 持续能力 这些专业知识你都要懂 如果你不懂 那只能指挥这个狼牙棒这样的冷兵器的肉搏战 我们可以估计啊 习近平对解放军的各种武器 他是不太懂的 什么各种武器 射程火力 什么发射速度 这他应该说 这项比较专业的知识 习近平大概都是不懂 所以习近平亲自来指挥的话 他连一个几十个人的小规模的现代化的战争 他也指挥不了 只能这种 他只能指挥啊 所谓狼牙棒肉搏战 我们再回到前面说 北朝鲜金正恩讹诈习近平的事情 这次呢 北京突然向朝鲜援助大规模的粮食 就是因为现在朝鲜又陷于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 首先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因为北朝鲜是第一个对中国关闭边境 第一个关闭中朝边境的国家 当然这让北京是感到非常的不爽不高兴 但问题是北朝鲜的粮食啊 这些生活物资 他都依靠中国的援助 所以北朝鲜你关闭了这个中朝边境之后 等于就断了中国援助物资运到朝鲜 短期之内呢 北朝鲜因靠他们国内的存粮啊 还能支持还问题不大 但随着这个疫情的长期化 北朝鲜他的存粮给吃光了 他们就支持不住了 所以这时候金正恩就又想要北京来援助他们粮食 但是呢 这一次习近平也生气了嘛 第一个呢 北朝鲜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中国关闭边境的国家 就很不给中国面子 习近平感到非常不爽 第二点呢 是这次北京和美国关于病毒的源头上 这个问题上啊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这个时候呢 北朝鲜居然保持中立 当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病毒时候 北朝鲜的金正恩完全不吭声 就让习近平感到非常恼火啊 这时候应该说 习近平最需要有国际支持时候 居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金正恩没有给习近平支持 当然让习近平非常恼火 而且上次金正恩突然审理了一个月 他也不对习近平交底 不告诉习近平什么原因 更让习近平感到恼火嘛 所以这次北朝鲜缺粮了 向北京提出粮食援助请求的时候 习近平就不理金正恩了 不给他们粮食了 金正恩一看 习近平恼火了 不给他粮食了 就想出一个讹诈的办法 就是突然在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上 制造一个紧张空气 要炸毁韩国建造的大楼 还声称要派兵到朝韩边境的无人区 造成朝鲜和韩国武装冲突 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这样一来习近平就害怕 因为现在习近平已经是面临了太多的问题 国内的疫情问题 经济问题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还有最近的中印边境冲突 更不要说和美国的关系紧张 这时候如果朝鲜突然和韩国打起来 习近平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是习近平说朝鲜和韩国发生战争 我们中国保持中立 第一个是北京对美国过于示弱 第二个如果是北朝鲜被打败了 韩国一下把朝鲜拜祷给统一了 这对于北京来说也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冲击 但是如果习近平说我们不保持中立 我们再次支援朝鲜 再次出兵朝鲜抗美援朝 习近平也没有这个胆量和智慧 所以习近平现在最害怕朝鲜和韩国发生武装冲突 这样一来他根本就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习近平对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还不是那么担心 因为他知道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 印度政府是有底线的 他绝不会和北京大打出手 但是朝鲜这样的独裁政府 他什么事干事叫做没底线 朝鲜如果和韩国大打出手 完全是有可能的 而且习近平他也是没法控制 根本就控制不住 所以习近平又特别怕朝鲜和韩国打起来 当然金正恩也看出来习近平这个弱点 他就表示朝鲜和韩国大打一场 这样习近平就害怕了 果然这一次金正恩炸毁了这个韩国建造的大楼之后 习近平赶快就给朝鲜送去的大批的粮食 要安抚金正恩不要闹事 这样一来就等于说金正恩对习近平讹诈成功了 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指责北京是流氓政府 但是跟朝鲜比起来 北京还不算太流氓 朝鲜比北京更流氓 所以习近平等于是他碰上了金正恩 就是等于小流氓碰上了大流氓 习近平肯定是要怕了金正恩这个大流氓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